大家好,歡迎收聽5月3日星期三的104財經科專題演習 我是Esther陳議題,又是先看看視訊 看到今天整體來說是一個回軟的格局 恒指低開247點之後,跌勢加劇了 出手了250天線,最多是下行395點 到尾段時,這個跌勢稍微有回緩 收報19699點,下跌234點,跌幅1.2% 國指收報6589點,跌了90點,跌幅1.4% 科指相對抗跌一些,收報3835點,都收升63點 升幅去到1.6% 看到在北水暫停的狀況下,大雪成交又再萎縮 今天只有662億元的成交金額 是超過半年的單日最低 如果說板塊,會看到很多股份昨天表現很好 今天是一個集體的急途 而內需股份部分強勢,尤其是啤酒股份特異 白威亞泰就收升2.9% 是表現最好的一支籃籌股 接下來就會進入到我們的專題研習的部分 Kelvin,你參與到今天的專題研習 今天我們會講海螺水泥 其實相當一段時間沒有講過任何和基建水泥相關的股份 其實有些業績數字都可以跟大家看看 首先就是他們首季的淨利潤 其實有一個48左右的案件倒退 也挺多 最新的首季淨利潤就是26億元人民幣的水平 其實符合了市場的預期 瑞信之前也有說會預判盈利的下跌 主要是基於上來的價格持續走低 即是你們售價低的關係 影響到淨利潤的表現也很正常 而公司的首季毛利率 按季下跌了15.5%至15.7%的水平 聽起來好像不太好 但是原來這個水準和同業比較已經是優勝了 已經算是具備人性 保持著這個在無理率方面的市場領先地位 暫時都還 不同的大行都對可拿上來有各種的分析 我先講一下摩根大通的意見 因為其實摩根大通是在這麼多間大行裡面 看得最淡的一間 因為其他大行都偏向有看到所謂的利好因素 等會說 但是摩根大通不覺得有什麼利好因素 不斷強調就是覺得在未來的短期內一至兩季 都不會見到有什麼明顯出發生 但其實老實說 你看到其實水泥股的價格 我想其實市場大部分可能投資者 都比較偏向摩根大通的看法為主 因為看到這些價格 本身水泥行業其實跟其他的建材都不同 你看回其實他們沒有什麼叫做明顯的up trend過 反而一向下就很明顯的 其實已經由2月中左右 一直到現在跌了這麼久都沒有跌過 所以我想市場的資金都告訴大家 可能摩根大通也變相摩根大通的想法 但你也說一下 大家如果看好的話那邊有什麼可能 我先講完看淡這個部分 因為摩根大通也要講一下它的理據 大家看淡也有原因的 首先第一它的首櫃盈利不佳 一定是直接打擊了大家對它的信心 投資者有機會在出了這個首位業績之後 再將他們的預期下調 更加不會去買它 估計第二季的業績 摩根大通說的話 會同樣令人失望 OK 拜拜 尤其是見不到任何什麼季節性的增長動力 尤其是需求面方面見不到這些動力的 覺得整個行業都有機會再要跌 不只是海螺水泥 而是每個人一起跌 所以見不到吹發劑 覺得需求會很疲弱 覺得第二季需求同樣疲弱的情況下 摩根大通就是給一個一般的評級 一般的目標價 因為主要水泥 譬如這些建材類 尤其是水泥 都很受到國策方面的推動 你見到這一季 他們就是看數據 過去的第一個季度 一來你的業績不好 雖然預期之內 但確實是差 二來就是看不到未來一段時間 國策方面會對你這個行業有什麼扶持 之所以會對他們有這麼差的評價 因為其實我記得我們之前 不知道說什麼股份的時候 也有研究過一件事 就是說現在 局內稅也好 或者局內地經濟也好 都不一定只是由這個基建出發 就是有很多方式 所以未必水泥股 會在你局經濟的情況下 特別受惠 首先 另外也說一些 看所謂沒有那麼淡的大行的看法 包括有李昂 美人美林 他們給了一個評級都可以的 例如美人美林 給了一個買入 而李昂給了一個跑贏大使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分野在 我和摩根大通比較 李昂說可樂水泥 第一季的純利 雖然麻麻 但也算是符合市場預期 而這個疲弱的表現 也算是有一個經濟的 根據的 你是找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去年首先 他說是有一個高基數的影響 因為你去年表現很好 所以你今年就會相對受壓 李昂這樣說的 OK 不代表我的意見 李昂也指出 其實近期的需求確實是不如預期的 但是在未來幾個季度 他沒有看到情況會惡化的原因 例如說他不覺得下個季度 會看到一些很明顯的價格戰 所以有機會在不用打價格戰的情況之下 很多水泥的成本壓力就會放緩一點 就是他會有些壓力上的緩和 尤其是市成本方面的 就又幫助到他次季可能有利用率的復甦 那這個是李昂的看法 而瑞信就認為 其實為什麼近期水泥的價格會走得這麼弱呢 很有機會是因為雨天 因為有這個陰雨天氣 雨季之下對水泥的需求 是一來 還有需求也不是那麼好 因為你無法開工 很多地盤可能都 那你無法去建造 你停工 水泥的需求就弱了 但是因為雖然看到這個陰雨天氣 令到水泥的價格蒙受一個下行的壓力 瑞信也都認為 你可以看回一個叫做非高峰生產的數 這件事 即他雖然不是真的 即可能他開工的日子 沒有那麼需求很多水泥 但是他其實平均而言 他的開工日數變長了 那由於這樣的情況 所以長遠價格的下行空間 他覺得是有限的 是 因為你整體都是有一定的需求 只不過可能他 5天內要100的 變成10天內每天要50 他覺得相對而然 你計算出來可能 只是變成一個長遠的需求 我的理解是這樣 但我覺得其實 說真的天氣對它的影響 確實有 但其實都是一個短暫一點 或者個別一點的 你不要這樣 因為美人美林也有看天雨影響 美人美林就說 4月以來水泥的需求持續 都是受到天雨影響 疲軟和受到打擊 為什麼呢 因為陰雨天氣比往年要來得早很多 以前就會預計可能你踏入到夏季 才會開始有更多的暴雨 但是因為今年4、5月這些時候 經常都下雨了 對於行業來說是一個大的麻煩 因為其實4、5月 本身是這個行業的傳統旺季 但結果就造成了一個旺季不旺的狀況 所以就令到這個傳統旺季 沒有辦法好像以往這樣 有一個價格的保證 就是相對價格的保證 所以才有一個這麼不OK的 首位業績 但是我就會想 如果今年就出現了 和以往每一年都不同的情況 就是今年的雨季就來得特別早 那就是說 其實你今年全年一定會受到打擊 對嗎 對嗎 即是你的疲軟的季節多了 然後你的旺季拜拜了 其實應該就是你全年的業績 就會受到打擊 但我想說 其實它有一個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看上一季的業績 其實雖然說差 但差在哪裡呢 因為它的收入 就這樣看 收入那一部分是多了 但是利潤反而倒退了四成 即超過四成 即超過四成 反而我覺得 這個反應的 其實可能不是外在因素 反而會不會是公司內在 甚至乎是整個行業之間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因素 比起剛才你說的 天氣那件事 我覺得你的影響更加大 另外再說 美人美林奇宇的小小分析 除了天然之外 其實它也有說別的事情 他說可以參考每一個星期提供的某些數字 就是說公司其實在華東地區的出貨量 都有一個岸年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增長 而其他地區基本上是大致持平的狀況 就是說其實沒有什麼很大的跌 由此推斷 就覺得海納水來 次季的銷售增長 還有它的每噸毛利 都會比同業的競爭對手 來得有一個優勢 所以就預期未來的需求 如果在行業之中 會有改善的話 海納水來的改善也會比較入目一些 將這個2023年和2024年的每噸毛利預測復甦 放回一個每噸80到93元人民幣的預期 始終海納水泥也叫做這個行業的龍頭 如果真的外在有什麼因素 還是華潤呢? 海納水泥還是華潤水泥? 一點點 好 所以這些我們今天的分享 你有沒有補充? 也沒有 好 確認 確認什麼? 海納水泥比較大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明天再說 拜拜